好了 我們來到首日練習賽的尾聲 我們請到歐陽陽熙跟我們接受訪問 歐陽陽熙 想問一下 今年來到澳門再比賽有什麼目標呢 我的目標永遠都是想贏賽事 這是每個車手都有目標 今次是我16次來參加賽事 我一定是想取回冠軍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都知道你花了些時間在隔離 而且你的隊員人數都少了 會不會在策略上有些調整 今年我們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平時我們有兩架車 去年也有20多人過來 今年我們有8至10人 會令到我們真的少了一大半 我們每個都忙一點 平時也有幫助我們贊助活動安排 今次大部份都自己做了 因為我們香港的同事都來不了 我們的工程師 機械師 都是很多不同的國家 澳洲 歐洲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很多地方 個個都來不了 我們現在很多看電話 聊天 說一下車 我留用微信 說回車的感覺 很多東西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一起去合作 但今次我多謝整個車隊 每個都擺了很多心機 尤其是現在在這裏的車隊 每個都要做多很多功夫 因為少了人 還有在英國那邊 四點鐘早上要隔起床 和我們看數據 做這些事 所以每個都更加要擺多力 去一起做一個賽事出來 今天練習賽 你覺得自己的成績是怎樣的 你一定會滿意 如果兩場都拿第一 這是一個好事 但這些是試車 明天是排位賽和比賽 無論甚麼發生 最後星期日誰是第一個衝線 這是重要的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小看 我今晚都要看數據 看資料 設定好車 因為現在距離都近了 在另一輛試車都近了差不多一秒 我希望明天排位賽時 可以更快點去拿到第一 有沒有甚麼想跟澳門粉絲說呢 今年我覺得少了有人來這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 給多些澳門車迷 輕鬆點下來看賽事 其實我希望今年可以支持我們的賽事 下來看看 或者可以在巷台看賽事 會更加 今年真的覺得是一個好機會 或者有機會見多些澳門車迷 好 我們也祝你有更加好的成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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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